簡訊實聯制 您是否也天天都在填寫呢 也是因為靠著這個呢 是找到了足跡複雜的確診個案 今天呢 桃園四位公布的確診個案當中 有一例是到過雙北許多汽車旅館 還有超商 衛生單位還有警方是聯手 待約他的足跡資料才找到他的下落 手一摸 麻將刀 還有溫度 方程大戰 想分個高下 但最後的贏家可能還是病毒 疫情還沒解封 但竹北還是有六個人 無視三級警戒繼續群聚 二十九號新竹縣再新增私立確診 都是長照跟醫療機構的感染在擴大 私立確診者中三例是C長照機構感染者 14355的家人 另外一位則是B醫療機構的住民 他是名50歲的男性 前四次採檢陰性直到27號出現發燒咳嗽 第五次採檢才確診 而相關51位接觸者都被狂烈 另外在桃園市29號也新增私立確診 有兩例是在居家隔離中或期滿確診 分別是案14808他是家庭感染全家五人都確診 案1480則是中立區食品工廠傳播鏈中 案14679的太太另外兩例則都是住桃園 但足跡遍及台北 案14809是台北市環南市場的攤商 因為隔壁潭確診他警覺性相當高 自行購買快篩計測試 最有PCR檢測確診 而案14807也是桃園市民 活動範圍幾乎都在雙北靠著簡訊 實聯誌才找到他本人 那我們用簡訊這個實名字來追蹤 那兩個禮拜裡面的行蹤真的很複雜 到很多的旅社很多的地點 很多的超商 那這些行蹤我們全部在台北 本土疫情持續延燒防毒病毒 真的不能單靠第一線人員努力抵擋 民眾也要盡到防疫本分 火辣新聞綜合報導